女生 来看你们的第一道题 来 请出题 100位女生的前期调查 最让女生反感的 男生穿着是 我知道了 只有最是吗 对 只有一个 都挺半个 我觉得都挺半个 汉哥现在就是一号了 主要是看脸 脸好看怎么着都行 其实就哥的身材来讲 一二三五都不行 二都过不去 二都过不去我的身份 那我们准备了 三二 一 最让女生反感男生的穿着是 三 二 一 二 绝对是四 你赢了 你赢了 给美临了 有24%的女生 觉得丝毫是最让她们反感的穿着 好 接下来请出第二期 在场五位穿格子的衬衫中 有三位是真的程序员 有两位是电影小镇的演员 请找出混在其中的两位演员 太难了吧 这个纯凭运气 大家好 我叫王永超 来自河南洛河 我目前主要是 从事于手机APP的一个开发 私底下就是比较喜欢穿格子衬衫 大家好 我叫马芳元 然后从事互联网加画开发 大家好 我叫胡志鹏 我目前从事人工智能画面的开发 大家好 我叫杨宁 我单是从事物联网的前端开发 大家好 我叫任万博 我从事软件开发五年了 五年来上线的软件有上百个 你的嗓音一听就是一个话剧演员 五年上百个 行 大概知道了 先小黄看 哎呀 你准备 那我随便做吧 啊 萧萧咋长的 那没溜没溜啊 你咋做溜的 究竟哪两位是演员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盒四 啊 你是程序员吧 你是程序员吧 对啊导演我选对了呀 选电影演员 谁是演员 你以为呢 我以为选谁是程序员 给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程序员一定要穿格子衬衫 是这样软件公司 一般会要求大家穿得正式一些 不要穿太随意 穿西装穿个衬衣 但是穿纯白色可能感觉到很单调 所以穿格子衬衣的就比较多一点 就这样 谢谢